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祂要求祂的儿女们必须追求圣洁 那么为什么追求圣洁是如此困难呢 一棵果树不能成长有五个原因 我想要成圣也必须更正这些的缺点 第一 总之不对 我们不理解神对于罪的厌恶 我们还以为可以边犯罪边对付罪 来得神的喜悦 其实神不在乎人犯罪 而在乎人以为犯罪没有关系 没有伤害到神的心意 这个是魔鬼的主意 这个是根本的错误 橘子的种子怎么样能够结出苹果来呢 种子不对 第二 坏的种子 我们误解因信称义的道理 错以为追求圣洁是基督徒信仰的副产品 而信耶稣就是把自己的灵魂送进天堂 只要靠信心就可以 不错 救恩是出于上帝 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只能凭信心接受 但是人还要生活在地上 过圣洁的生活 才能保持救恩的果效 能成熟结出果子来 如果不知道不追求圣洁 就是一颗坏的种子 第三 没有土壤 这个世纪的神学观都倾向于自由化 不再以圣经为基础 去鼓励信徒追求灵性的体验 追求灵恩 追求说方言 追求第二个祝福 而忽略到神话语的真实性 其实人不但要第二 第三 第四个祝福 永远要不晚 追求圣洁 需要圣灵不断借着神的话提醒我们 那是我们所有活动的基础 离开神的话 就像植物没有土壤 无处杂根 第四 缺乏阳光 犹太教以遵守律法为救恩的条件 基督徒有时候也会靠自己的行为 去讨神的喜悦 而忽略了圣灵对我们心灵的更新 唯有顺服圣灵 才是过圣洁生活的必要条件 因为圣灵是光 可以照进我们灵魂的深处 显出我们里面的罪 并且给我们有能力去胜过罪 没有阳光 就无法产生光合作用 没有圣灵 属灵的生命就不能成长 第五 忘记了修剪 基督徒很容易在每日属灵战争上怠惰 因为不愿意对付老我 随着世界的潮流起伏 人若不看重读经祷告的灵修生活 就不会有属灵的力气 去打赢魔鬼的攻击 只会节节的败退 正如一棵树 不按时施肥灌溉 修剪 保养 怎能够长得好 怎能够结果子呢 基督 基督徒 我们可以从种树的原则上 学会成圣的道理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